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提摩泰前书第五章1到16节 我们已经看了前面四章 第一章提到义夫所教会里面有假教士 保罗提醒提摩泰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 第二章讲到教会的崇拜 那么第三章讲到监督跟执事的资格 第四章保罗又回到这个假教师的这个 议题里面他提醒提摩泰要怎么样做呢 更多的可以赢得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任 盼望他能够在言语行为做榜样 盼望他能够专注在神话语中的教导 能够善用他的恩赐 显出神对他呼召的那个印证 还要积极的成长有长进 他也要言行合一等等 我想这给我们不论是传道人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童工小组长 我们也都需要以此来勉励自己 到第五章保罗更细的来帮助提摩泰 教会的治理会有各样不同的人 那么有一些人他需要特别不同的对待 那第五章开始就列出了一些不同的人 要提摩泰呢 保罗要提摩泰怎么样来回应 那态度立场应该怎么办 第五章第一节 不可言则老年人 这个言则指的是尖酸刻薄的责备 老年人他是长辈啊 那当然我们的生命都需要有人来提醒指教修剪 但是面对老年人呢 我们要还是要尊敬尊荣 所以在责备在提醒上面 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言辞 我们的表达 那么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所以在教会治理管教上面呢 保罗提醒提摩泰 我们是一个家庭 我们这些信徒聚在一起 就是一个大家庭 这些长辈就像父亲一样 劝少年人如同兄弟 因为提摩泰也是年轻人 劝少年人如同兄弟 你们彼此就是在属灵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要去顾念那个 在信仰上 属灵连结 属灵弟兄姐妹的那个情分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你就知道 那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引申应用 在表达上 在口气上 在眼神上 在态度上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责备 我们的目的是要挽回 目的是要提醒 要成全 要建造 所以我们在教导 在陪伴 在管教上 我们还是得留意我们的表达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因为有弟兄有姐妹 等于是有爸爸妈妈 有兄弟有姐妹 但是这边特别提醒 总要清清洁洁的 清洁洁洁是指纯洁的意思 就是说不要有情欲的因素 在关心少年妇女 关心这个姐妹的事上 你得留意你的动机 保罗一定是 我想保罗他是一个很资深的牧者 他一定知道在牧养 在关怀上面 牧者 传道人 或者 关心别人的这些小组长 牧养同工 会面对的试探 所以在教会里面 常常会提醒 原则上 弟兄关心弟兄 姐妹关心姐妹 避开这些为难 但是如果是真的有必要 像他告诉提摩他 要劝少年妇女 但是呢 你在态度上 在动机上 重要清清洁洁的 我想这是很棒的提醒 第三节 从第三节开始呢 直到第十六节 他谈了一个 教会里面很特别的一群人 是寡妇 这里有一个背景 在古代 或者说保罗 那个时代 妇女非常依赖 自己的先生 自己的丈夫 跟孩子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 基本上不允许 妇女 有这个工作 他也没办法找到 合适的工作 在当时的社会 所有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男人的 所以当寡妇 也就是说 他如果没有了丈夫 那他的孩子不照顾他 或者他没有丈夫 也没有孩子 他真的是完完全全 没有亲属照顾他了 那教会的里面的 这些寡妇呢 教会就有责任来照应他 OK 所以这个在应用上 我们大概不能够 完全的字面上的应用 在现在的教会 但是在很多的原则上 是非常宝贵的 非常美的 他这里提到几个 要尊敬那 尊为寡妇的 尊为寡妇 他强调是说 他是完完全全 没有亲属可以投靠了 这样的人 在教会里面 后面会提到 会有一个支柱 会有一个救济的 一个事工 可是呢 要尊敬他 不可以因为呢 他失去依靠了 你就轻视他 瞧不起他 在教会里面 我们关心一些弱势 我们关心一些 在经济上 在生活上 在各样方面 需要的 有时候我们的态度 我们会感觉 好像我们是给的 那个人 以至于我们的态度 姿态 有比较高一点 但是在这里 保罗他很清楚的提醒 虽然他在生活上 确实需要教会阶级 但你不可以侵蚀他 你要尊敬他 那真为寡妇的 若寡妇有儿女 或有孙子孙女 就是说 有人可以照顾他 便叫他们 先在自己的家中 学着行孝 就是让儿女 孙子孙女 来照顾他们 孝敬他们 报答亲恩 因为坐在神面前 是可悦纳的 我们知道 十节的第五节 当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孝敬父母 被放在世界里面 上帝非常的看重 孝敬父母这件事情 所以他又先提到 如果寡妇 他家里有家人亲属的 提摩泰 您应当鼓励 他们的家人 学着行孝 报答亲恩 这件事情呢 是在神面前 可悦纳的 神喜悦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很美的提醒 神喜悦我们 去照顾年迈的父母亲 照顾年迈的长辈 不管 过去你跟他 跟你的长辈 你的父母之间 中间有什么股市 有哪些伤害 当然 有些伤害是很不堪的 我们都可以理解 不过若是可以 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 努力的尽孝道 在言语上 态度上 虚寒问暖 也许你忙 你没有办法 时常回去探望他 常常打个电话 写个信 我们 就是将心比性 到我们年老的时候 常常收到 儿女的问候 儿女的信件 我们的心会何等宽慰 对不对 这是神的命令 这是神悦纳的 那么求主给我们力量 回头去孝敬父母 疼爱珍惜我们的家人 那独居无靠 真为寡妇的 就是前面讲到的 他是真的没有依靠了 没有亲属了 是仰赖神 昼夜不住地 祈求祷告 他在当时候社会 他没有亲属 他唯一能依靠的是什么 就是上帝 所以这些 无依无靠的寡妇 他昼夜地 祷告呼求神 仰望神的供应 仰望神的带领 那他对照另外 一些人 怎么样呢 但那好艳乐的寡妇 正活着的时候 也是死的 正活着的时候 也是死的 就是像行尸走肉 有这么严厉的责备 所以保罗在这里 很可能是在 学者认为 保罗这所指的 好艳乐的寡妇 是一个委婉的说法 是指这些妇女 这些寡妇 为了生计 所以他就出卖自己的肉体 在当时候 他没有办法 有合法的工作 所以他也许 就成为妓女等等 但是保罗责备他们 说 这样的寡妇 正活着的时候 也是死的 那这样子不是 陷入这个寡妇 让他更 好像 更可怜 因为 看起来是 他无依无靠 那他 难道活活的饿死吗 没有 后面保罗会讲 那教会的责任 教会应当怎么样 来回应这些 在实际状况上 经济上 他们真的 无依无靠 那么在信仰生命上 他专注的依靠神 寻求神 他不愿意 违背 信仰道德的原则 那这样的寡妇 教会应当怎么对待 所以第七节说 这些事 你要嘱咐他们 叫他们无可指责 这些事 就是说 前面提到 物质上 是真正缺乏 那么 灵性上 他是依靠神 是有敬虔的 要嘱咐他们 叫这些寡妇 无可指责 那保罗在这里 又再一次讲到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贝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这里再讲回应的是 第四节 就是说 寡妇有儿女 有孙子孙女 却不愿意照顾 自己的老妈妈 或者老奶奶 寡妇 我这个丈夫死掉了 那这样的人 背了真道 就违背信仰的 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一般的人都知道 要孝敬自己的 回报自己的父母 那你是基督徒 你是信徒 你竟然不做这件事 事实上你这样做 是贝了真道 你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那第九节 就是教会里面 提出来的一个做法 寡妇记在册子上 寡妇记在册子上 是什么意思呢 在当时候 很可能有一个 教会的群体 叫做寡妇 就是说 这些寡妇是被登记的 他有几个条件 这里使得要说 必须年纪到六十岁 就是他等于是一个愿 这些寡妇他行了一个 许了一个愿 他六十岁以上了 他终生不嫁了 然后呢 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这里不是说 他这一辈子只能够嫁一个丈夫 丈夫死了 他就守过来一辈子 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十四节 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 所以 这里一样 跟前面的解释是一样 是指说 他在婚姻上的忠诚 他不会同时 有两个男人的意思 就是 虽然他跟一个丈夫在一起 那丈夫死了 他又再嫁 这是可以算的 因为他一直都是跟一个丈夫在一起 他在婚姻上是忠诚的 又有行善的名声 他是敬虔的 愿意行善的 那这个行善呢 包含什么呢 养育儿女 养育儿女可以只养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收养教会的孤儿 接待远人 所以他善于接待 洗圣徒的脚 等于 意思是说 谦卑服侍的意思 救济遭难的人 他自己都已经很辛苦了 他还去救济别人 竭力行各样善事的人 他有这三个条件 年纪到六十岁 在婚姻上忠诚的 又有行善的名声 有好名声 那好名声就列举大概这些 这样的寡妇 可以列在测试上 列在测试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一群人呢 教会接济他们的生活 而他们成为教会的同工 这个是一个尊严的原则 他不是单单就 教会每个月 或者每一段时间 自助他们生活 这个意思是说 他让这一群寡妇 有点在这里 记在测试上 有点是表扬的意思 就是你们来 教会接济你 当然如果他健康允许 才行嘛 健康不允许 当然不太可能 去做这些所谓 接待远人 洗圣徒的脚等等 教会接济你 但是呢 你也起来服事 你也用你的劳力 起来服事 等于是教会的同工 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九章 有点类似 这样的概念 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六节 那你说 在《约帕》有一个女徒 名叫大彼大 翻希腊话就是多家 她广行善事 多师周己 当时她患病而死 有人把她洗了 停在楼上 就是有一个人叫多家 她死了 大家就赶紧找了彼得去 三十九节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 到了 有人领她上楼 就是彼得上楼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 这里有一个词叫做众寡妇 所以在初代教会 很可能有一群特别的群体 这些群体就是提摩太前书 这里讲的 他们是许了一个愿 他们愿意就不再嫁了 那剩余的年岁青春 他们愿意全时间来服侍 所以这里有个众寡妇 这个多家很可能就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位了 那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 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礼仪外衣给他看 所以这个寡妇呢 这多家 他广行善事 多师周己 他常常帮人家缝衣服 所以这一群寡妇 记在册上的这一个群体 一方面好像是接受教会的这个援助 经济上的援助 事实上不是 有点是他们等于教会的同工 记在册上被表扬 他们是有名声的 他们成为教会很棒的同工 服侍众人广行善事多师周己 所以这个多家很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所以41节说 当彼得使多家复活 41节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 把多家活活的教给他们 所以他们是一个群体 所以有这个众寡妇这个特别的专有名词 是在这个背景底下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概念 他不是单纯的救济 而我每个月多少钱给你 那不管你的生活 不是 他邀请当中有一些人起来 成为教会的同工 他等于是某种意义上是 我靠我的劳力生活 教会让他们可以类似 变成教会的同工 来养我自己 给他们 这是一个尊严的原则 11节 至于年轻的寡妇 就可以辞他 辞他意思是说 不要轻易的答应他们 把他记在侧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情欲发动 情欲发动是指说 他们的天然的性的需要 因为他是很年轻的寡妇 那他许了这个愿 最后他没办法做到 那这就变成是很麻烦 他跟教会说 我需要救济 我许一个愿 我从此不再嫁去 不再嫁了 那我愿意在教会里面 担任同工服事 那没多久又反悔 那这个会造成教会 这个很大的困扰 来来去去 所以他提醒 提摩泰告诉这些年轻的寡妇 这里就说到 可以辞他 就是说 要谨慎 不要随意的 把他们登记在这个册上 因为他们情欲发动 违背基督的时候 就想要嫁人 这里违背基督是什么呢 就是12节说的 他们被定罪 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 他这个记在册上 他等于是一个愿 就我愿意不再嫁 然后我专心的服事了 所以保罗有说 年纪要到60岁以上 基本上就是你比较年长 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 哀家贤有 不但是懒惰 又说长道短 好管闲事 说些不当说的话 在当时候 我们前面提到 当时候有一些寡妇 年轻的寡妇 好像基本上是造成了教会 很大的困难 造成教会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他们的嘴巴 懒惰 所以保罗说了他们的动机 他们想要被记在册上 接受援助 支柱 是因为他们懒惰 其实呢 他们年轻力壮 所以保罗说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 嫁人 生养儿女 治理家务 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教会当中 有些年轻的寡妇 看到 哇太好了 教会有这样子的 慈慧事工 支柱我生活 那我也要许这个愿 所以他在动机上 是占教会便宜 那许了愿之后 又没办法守这个愿 然后又要嫁娶 那他们拿了教会的支柱 他们做什么事呢 他们不是去广行善事 去周济去服事 去洗圣徒的脚 去接待远人 救济遭难的人 竭力行各样善事 不是 他们做什么事 他们拿了教会的周济事 习惯懒惰 哀家贤有 我们生活没有缺乏了 教会资助他们了 就有所好闲 不但是懒惰 又说长道短 好管闲事 说些不当说的话 就是整天无所事事 然后到处串门子 然后到处讲一些八卦 所以保罗说 不要让他们记在册上 不要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保罗说 就让他们 鼓励他们就生儿养女 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 生养儿女 这样的话 他的时间力气 就可以好好的有贡献 照顾家里 治理家务 这样不给敌人 辱骂的全民 这个敌人当然指的是 敌对基督教的人 或者是撒旦 因为已经有转去 随从撒旦的 哎呀 转去随从撒旦 离开信仰 或者说 他做出违背信仰的事 那十六节这里说 信主的妇女 若家中有寡妇 自己就当救济她们 不可累召教会 好使教会能救济那 真无依无靠的寡妇 意思是说 教会里面有一些妇女 她是有经济能力的 那前面我们提到 有一些人 她是可以以编法 把黄金珍珠和贵家衣裳为装饰 那家里面有寡妇的话 她要自己救济 不可累召教会 就是说 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泰的 他是一个治理的原则 特别是救济的原则 我想这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原则 第一个他说 教会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不要一视同仁 我们在二重礼良堂 我们有周间 有将近70位的 国小跟国中的 弱势家庭的孩童 那这些孩童的名单 是怎么来呢 是学校 每一班的导师推荐的 那过往我们就是 信任学校 信任导师推荐 我们就接收了这些名单 当然政府有规定 有几个条件 他可以被称为所谓的弱势 可是他是被政府标定为弱势 他不一定是经济的弱势 我们后来慢慢发现 这就违背了这个原则 我们的帮助 不是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的同工们很有智慧 当我们收到名单之后 我们会先去做家法 我们去到家庭 我们就大概知道 他们家庭的状况 他们经济的状况 家长能够配合的程度 那么我们再邀请他们 进到班级里面来 我们确保进到 科府班的 教会在词汇事工 照顾的这些孩子 真真实实是需要的 是经济弱势 他的家庭家人没有办法 或者要负担这些 所谓的安清费用 是负担不起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照顾到他 就是说一个原则 教会的词汇事工 应当是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第二个呢 是讲到一个尊严的原则 给受助者尊严 提供一些机会 让他们能够付出 这些富人 前面讲到这个多家 他会缝制衣服 帮人家缝衣服 给人家礼衣外衣等等 这个多做善事 广行周籍等等 他们其实可以成为教会在牧养 在照顾人 服侍人 一个很大的帮助 感觉是资助他们 事实上他们不全然 只是拿教会的资助 他们其实等于是用自己的劳力 付出来赚取他们的生活费 我们在帮助这些孩童的时候 我们也是顾虑到这个原则 感谢主教会 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想办法 有一个做餐饮的老板 他就开着餐车 来我们教会门口 教这些客服班的几个孩子 教他们做汉堡 那客人来点 就让这些孩子做汉堡卖 卖给这些客人 动作比较慢 但是因为是一个爱心的举动 社区的朋友很愿意来捧场 那他们所赚得的经费 就回头奉献给客服班 另外一部分的钱 就拿来请其他的孩子们吃汉堡 他们一方面激发他们的兴趣 学习动手 自己来学习做这个餐饮 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赚一点领用钱 然后也回馈到客服班 帮助他们的客服班 感谢主 这些原则到今天 教会都还是应当要思考 要想办法 一方面真的 第一点就是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第二个我们要给受助者尊严 提供机会 让他们也有付出的机会 感谢主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献上感谢和等感恩 你让保罗可以留下这么样宝贵的牧羊的智慧跟资料 好叫我们今天在牧羊 在建造教会 在教会各样的慈慧事工上更有智慧 求你引导帮助我们 使我们教会的资源跟帮助 可以真正帮助有需要的人 主啊 你让负责这些事工的弟兄姐妹们 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跟分辨的眼光 我们可以做对的选择 主啊 求你也引导我们 使我们在帮助这些人的时候 也顾及他们的尊严 也提供一些机会 让他们可以来付出 让他们可以来祝福别人 主啊 这些都不容易 这些都很微妙 但愿主 你引导你的教会 能够学习这样属灵的原则 祝福带领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风 耶稣基督的名 Amen